立委选战越来越激烈 民众党立委候选人陈婉慧 看到陈俊宇与黄澄廷 在议会执询率上互相攻防 也根据第19届宜兰县议会议事录资料 黄澄廷执询率仅10%上下 陈俊宇也只有17%左右 10%对上17%不外乎是50步笑百步 其实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担忧 我想这不是懒惰的问题 而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他们今天所背负的一个民意代表 他所代表的意义 这样两位议员 他如果成为立法委员 进入到我们的国会之后 怎么样去跟全台湾113 112位 加我们宜兰加一 所以112位的立法委员 来共同为我们台湾相关的这个问题 来做提出相关的解决 陈宛慧也提出公督盟的统计 国会立法委员平均质询率是84.8% 他的质询率达到了92% 为宜兰争取教育交通治水经费 希望宜兰相亲给予支持 他会在立法院确实质询监督 为民喉舍 我希望这一次宜兰县民可以看到 晚会的努力之外 你真的要找一位可以立刻上手 来为宜兰县民服务的立法委员 晚会在立法院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上任立法委员有11个月的时间 这边的所有的不然是其他外部单位 公民团体给的一个肯定之外 另外就是我们实质的为宜兰县民 争取了非常多的相关的一个预算 而对于陈宛慧的质疑 民进党反击 陈均宇光是在第十九届的平均单位 质询率就达到了92.5% 总质询更是百分之百 黄称廷确实单位质询率最低只有10% 请民众党不要为了选举刻意混淆视听 而对此黄称廷则是不予以回应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